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向都比我还更加分嘛 我想去帮忙煮红豆餐 让大家温暖一下就是最好的站台 重选情靠Centure 祝祝姐 三叔就差哭哭扫周美清 但面对即将到来的总统辩论只能靠自己 我们最重要是准备我们的政见 我觉得这一次要让所有的我们的国民做一个选择 那就是比较大家的不同 根据了解党中央找来口语传播教授 还有发言人组成辩论小组密集训练 朱立伦有空党就回党部练兵 内容锁定提出的政策包括两岸经济青年等 取代一堆的口号才能跟对手做出区隔 因为朱立伦过去没有辩论经验 辩论小组建议保持自然就好 也没有什么辩论团 就是大家提供一些意见 那我当然比较不像蔡主席这么有经验 宋主席这么有经验 大家会提醒我一下 那我总是要练习一下 我要问我们桃园的市民 我们大家是不是要来努力 把它做得成功 大家说好不好 行程同样满党 蔡英文全力冲刺 但也不忘备战辩论 拿下眼镜低头请看政策 重要处话记号为辩论做最后准备 两人都很谦虚 强调电视辩论或政治表演不是强项 但随着辩论登场 也考验朱菜的应变能力 UNTV陈俊志 叶珍柯十张 肖米称号报道 继续